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有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PhD 另外我们律所也有很多EB1 NIW的申请人是做比如锂电池 能源储存和相关科研的 所以我们这里先讲一下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这个是颁给了锂电池方面的研究 那我们的客户做这些科研 包括有传统的锂离子电池 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 包括有锂流电池 锂空气电池 还有电动车等等 诺贝尔化学奖在美国的一位获奖者 今年的是德州大学的Good Enough教授 他今年已经97岁了 是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贝尔奖得主 Good Enough教授我在若干年前就知道有证据 我2010年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的科技日报上写过关于介绍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的文章 里面也讲到了Good Enough教授在德州大学他的贡献专利 因为我还有专利律师的执照 是化学专业的 此前我也做过锂电池相关的专利工作 所以对这方面比较熟悉 那么根据在网上文章介绍的情况 Good Enough教授这位诺贝尔奖得主 现在97岁 他原先是学数学的 后来改学物理 再后来改做材料方面的研究 然后从54岁的时候才开始电池方面的研究 他曾经在牛津大学任教 后来大学要求65岁必须强制退休 他在64岁的时候去了美国的德州大学 到75岁的时候他又开发出了新的磷酸铁锂材料 用于新型的锂电池 总体来说 经历人生历程是非常励志的 那么具体来说 从这个诺贝尔奖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对你自己绿卡申请有用的信息呢 有很多 我们逐条来看一下 首先年龄不是问题 我们有一些客户 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 或者要从中国直接申请的 或者其他情况 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是为了孩子的前途 是我申请绿卡的一个主要动力 可是我自己已经40多岁 50多岁 60多岁了 那我能不能申请绿卡 有诺贝尔奖得主在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以援引这个例子 讲到我继续做研究工作 还可以做很长时间 像顾蒂纳夫教授已经97岁 在科研上还很活跃 美国不允许有年龄歧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 刘强东 他呢 在明尼苏达州找了两个律师给他辩护 两位律师有一位74岁了 另一位81岁了 那为他做这个辩护呢 明显很成功 因为过罪了嘛 所以呢 我们看到美国不允许年龄歧视 我们自己的客户呢 也有将近70岁的时候 申请EB1 结出人才 取得批准的 然后呢 也有上一世纪80年代初 大学毕业的是请人 取得批准的 我们很多观众可能那个时候 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出生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邓小平复出开启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已经74岁了 所以呢 这叫修道人生无在上 门前流水上能稀 年龄不是问题 第二点呢 做锂电池 比如说锂离子电池 锂流电池 锂空气电池 电动汽车 以及能源储存 新能源等等 这些科研的都可以考虑呢 援引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化学奖的例子 说明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得到诺贝尔奖的承认 可以加强对背景方面和研究领域的描述 这个领域很重要 并不直接等同于说你个人做这个领域的研究 你就很厉害 做的贡献很突出 但是呢 作为背景呢 还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说法叫天下文章属三江 三江文章属臂乡 臂乡文章属设计 我未设计改文章 就说呢 一个你做的这个环境啊 比如说包括以前我们有的用到说申请人他所处的这个系 系里面呢 他所在的实验室 PI 是院士或者是著名科学家 这个对申请也有帮助 不要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有人讲到说细节上 哎呀 我做了这个那个研究 那你也需要讲到这个研究本身它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National Importance 那么第三点呢 再比如说类似的今年的诺贝尔物理讲 它是呢 讲给了天体物理的研究 是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怎样可以发现 我们注意到呢 关于宇宙学的研究 最近是很热门的 比如说火星上曾经有水 曾经有古生物 太阳系外的行星 黑洞等 这些呢 都比较吸引人 可能有的人还记得前一段发布过黑洞的照片 那么我们的客户 比如说做高能物理 量子物理 天体物理 包括相应的科普工作的这些材料也可以用上 那人类呢 总是对于自己的由来 命运 所处的环境很关心 那么类似嘛 生命科学揭发生命的奥秘 揭示这方面的奥秘 那么也是一样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那么有的人说 那就前面说年龄不是问题 这年龄大的 那我年纪比较小 我今年26岁 博士刚毕业 那我申请绿卡的时候 移民局说这个人还在上学 或者刚刚毕业 或者在做博士后 所以在失业的早期 不足以证明他已经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 那这个怎么样来相应的反驳 或者怎样在申请的时候就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那这个也不难 是吧 比如说做DNA双螺旋 发现这个结构的Watson Creek 当时两个人一个20多岁 一个30多岁 30多岁的是博士生 20多岁的是博士后 或者杨振宁教授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年龄也很年轻 所以呢 那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 你是博士后 博士生 年轻的faculty 那么呢 对本领域一样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 不能年龄歧视 这个对年纪大年纪轻的人都是适用的 那么还有什么能用到的呢 比如有的人说转行 又转了研究方向 我原来是做生物研究的 现在改做Bioinformatics 总计学等等 会不会有问题啊 那一样你也可以原理 你看诺贝尔奖得主曾经做数学 做物理 做材料 做电池 它的这个例子也可以用于你的绿卡申请 尤其是现在呢 有各种交叉学科 那么我们先取以上的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头脑要灵活 很多时候呢 内容比形式重要 移民局呢 不会仅仅数数看 啊 这个申请人有若干篇文章 有若干次引用 有一些审稿 是吧 那几乎每一个申请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那你需要讲关于你自己的故事 前面这些都是手段 那目的是要证明 你有创新 有对本领域的独特的贡献 比其他人做的要好 这个视频的主题是说 用2019年诺贝尔奖来帮助你的绿卡申请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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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